哈囉各位L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李佳穎 現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動態核心瑜伽中 幾個流動的體位法 可以訓練到我們手臂的力量 然後也可以讓視覺上面 手臂的線條看起來比較緊實 這個是貴姿不低挺身的動作 手肘呢會是夾在肋骨的兩旁 吸氣的時候會慢慢放下來 而當你吐氣的時候會往上推 雙手來到臀部的後側 手肘微彎到後方 在吐氣的時候推直你的手臂 在吸氣的時候放下來 那保持在吐氣的時候向上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動態核心瑜伽的流動之一 動作呢都要注意到下腹部的啟動點 還有胸口打開的部分 請注意肩頸要放鬆不聳肩 哈囉各位L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Saria 我相信女生都會有個困擾 就是因為長期坐在辦公桌上面工作 臀部下方這兩側就會有兩塊肉擠出來 所以我今天要來教大家三個動作 這三個動作呢就可以讓大家把臀型呢 練圓練翹 然後把這兩塊肉收回去 現在就開始來我們這三個動作吧 彈力帶呢可以依個人的喜好強度去選擇 那首先呢你需要先把彈力帶放在你大腿上 就是大概離膝蓋上方一點點大腿的位置上 我們輕輕的先把身體站直與肩同寬 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右腳上 因為我們現在要練到的是左邊的臀部 所以當你把重心放好以後呢 輕輕的把你的左腳往上抬 往外側輕輕的踢你的臀肌的力量去抵抗彈力帶 你的身體記得要站直 要記得用你核心的力量把身體穩定住 第二個臀部的運動就像是你在做一個Squat 深蹲的動作一樣 輕輕的往下蹲了以後 核心要收緊收小腹 上半身挺胸往外走三步 再走回原點 因為彈力帶有一定的彈力強度 你要用你腿和臀的力量把彈力帶往外抵抗 膝蓋一定要往前不要往內 接下來我們第三個動作呢 主要就是從側邊下蹲這個動作延伸出來的 右腳往外跨一步 跨步的那個距離呢 就是由你膝蓋能不能往前對齊來決定 如果你發現你的膝蓋往外側彎了 那就表示你跨的步太大步了 核心也要收緊 讓你的身體有一個穩定度 加油的對著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Aine老師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強化我們的髖關節 髖關節在哪裡呢 它是連結我們大腿另外側肌群 還有我們臀大肌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很多女生都不知道髖關節的重要性 其實只要你的髖關節沒有做法 你就會發現你在所有的運動的時候 它都是不小的 尤其是長期做辦公室的朋友們 今天一定要跟著我做自己的運動 第一個動作我們先來到側柜姿的地方 慢慢的把我們的膝蓋伸直 然後再彎曲 重複做這個動作的練習 在練習的時候呢 注意我們的手肘要放在我們的肩膀正下方 膝蓋盡量放在我們的臀部正下方 尤其是在練習的時候核心盡量不動 接著我們來做單腳橋式的訓練 首先將我們的兩腳膝蓋靠近我們的臀部的地方 然後慢慢的把我們單腳往胸口的地方環抱 動作開始的時候把我們的身體臀部往上提高 然後慢慢回到平躺的位置 接著我們來到側弓箭步的練習 首先把我們的兩腳打開跟你的臀部一樣寬 動作開始的時候呢把我們的右腳先往外跨出 然後慢慢的往下深蹲 在練習的時候盡量把我們的背部打直 然後膝蓋盡量不超過腳尖